对于赵露丝的影视剧,想必平时喜欢追剧的观众们都有看过不少吧? 毕竟自从赵露丝凭借着传闻中的陈千千成功爆火后,她的资源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她出道的时间不长,但是主演了不少的影视剧作品,而且合作的男主一个个都是男神。 不得不说,赵露丝身为九五后小花的影视资源确实是非常好的。 其实陈千千只是一部小成本网剧,能够走红还是因为赵露丝和丁玉璽两位主演全是的好。 赵露丝身上独有的俏皮感把剧中的陈千千饰演得又美又撒,鬼马机灵。 她和丁玉璽扮演的玄虎城少主函朔,从误会重重到互生好感的故事让人欲罢不能。 高甜撒糖的环节更是让观众追到停不下来。 在《长歌行》中,赵露丝饰演的李乐燕小公主,在气质和演技有非常大的进步。 再加上剧中软萌可爱的小裤包的设定,更是让赵露丝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剧中,她与刘宇宁饰演的世卫浩都所组成的浩烟CP,更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甚至在热度竟然隐隐有压过女主底力热巴的迹象。 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不小心捡到爱》,该剧由赵露丝和刘特主演。 讲述的是快递小妹古安心在无意之中捡到男主灵月,两人开启一段超甜恋爱的故事。 在剧中,赵露丝饰演的是女主古安心,男主是由刘特饰演。 刘特曾经是创造营2019的学员之一,颜值演技在线,十分符合剧中霸道高冷人物的形象。 目前的收视口碑都不错,期待后续剧情的发展。 其中第一部古装剧是《国子坚来了个女弟子》,是她很擅长的填宠古装剧类型。 在剧中,赵露丝饰演的是一位国子坚唯一一位女弟子桑琪,她是大司马桑公的独女,为了一个独约而进入国子坚。 将会在剧中和青蛙竹蛙的好友们成为同窗的故事,与她合作的男主是徐开成。 徐开成是凭借填宠剧《奈何BOSS要娶我》走红的,她的古装造型和现代装都是非常的帅气。 在剧中饰演的是燕云芝,是一位高冷俊朗的公子,也是国子坚的老师。 徐开成清秀俊朗的外形还是非常契合角色的,很期待赵露丝和徐开成两人在国子坚来了个女弟子中擦出的化学反应。 第二部就是近期终于官宣的《心汗灿烂》。 这是一部由赵露丝和吴磊领衔主演的影视剧,将庶女主成少商因为战乱的原因。 从小被父母寄养在祖母身边。 不被父母重视的成少商在经历重重磨难后,终于变成了一个让父母刮目相看的大女子的故事。 吴磊在《心河灿烂》中担任男一号,饰演公子林布宜一角。 在剧中是个长相英俊,文武双全的贵族公子。 吴磊的颜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演技也得到市场上的认可,被网友们评价为眼神拉斯。 现在男性荷尔蒙魅力已经越来越强的他,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都是相当符合这样人设的。 而且之前吴磊和赵露丝就在《长歌行》中有过合作机会。 虽然在《长歌行》中,吴磊是男一,赵露丝是男二,两人在剧中并没有过多的合作戏份,但看到两人的对手戏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剧中和赵露丝的合作一定是看点十足。 还有一部就是《且是天下》,这部剧是由杨阳和赵露丝合作主演的。 杨阳是军艺校草,颜值自然是非常高的,而且她的古装造型气质出众。 杨阳在里面饰演的是冯兰西,在剧中和赵露丝合作的画面也是十分期待。 但不得不说的是,赵露丝的资源真是太好了。 这四部影视剧中,合作男主的颜值都是男生级别的程度, 看来制片方对于赵露丝接下来的发展还是非常看好的呢。